朋友们好,欢迎光临测验游室的庭院种菜频道 美国北方三四月份的大蒜,虽软只有这么一点点大 但随着春天温度的回顺,大蒜开始快速生长 大蒜小苗期间的管理直接影响到大蒜的产量 在今天的视频里,我想朋友们介绍大蒜的苗期管理 特别是如何追肥 本视频分成四个部分 除草,浇水,防止病虫害和追肥 第一部分,除草 春天的杂草长得比苏切快 杂草与大蒜争夺养分 所以大蒜地里的杂草要尽量除掉 我的测地里杂草很少 一是因为我手脚勤快 二是因为前一年在地里盖了树叶 车底里覆盖树叶或者草叶可以大大减少杂草 第二部分,浇水 美国北方像中国江南一样 春天都雨,稀稀利利下个不停 大蒜地里很潮湿 因此大蒜地不需要浇水 浇水反而影响大蒜的生长 第三部分,防止病虫害 大蒜会生很多病,如根腐病和叶枯病 棍内有很多能药防止大蒜的病虫害 美国这边没间隔 正要用于大蒜的能药 我也不建议在大蒜地里用能药 如果有草木坏,可以薄薄的撒一层 草木坏既是很好的加肥 但病虫害也有一定的防止作用 如果大蒜病害严重 很可能是因为连着引起 明年换个地方种大蒜 第四部分,追肥 大蒜是肥,应该以鸡肥为主 追肥为负 前一年大蒜播种时 鸡肥一定要用够 大蒜翻轻的时候 酸头的能量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所以大蒜在成天要尽早用反轻肥 在美国北方 只要切地基本解冻就可以追肥了 差不多就是3月底,4月初这个时候 大蒜追肥第一好的肥料是蓝水肥 Miracle-Grow 我种在自家后院的大蒜用蓝水肥追肥 蓝水肥的蛋链加含量 是24,8,16最适合大蒜苗旗的生长需要 蓝水肥的太阶浓度是每一一二分之一家人水里 加一一二分之一汤匙肥料 如果说明说是每家人里加一汤匙肥料 是不是更加简单明了 美国人的数学逻辑我永远也弄不懂 我觉得可以大蒜追肥 蓝水肥的浓度 以太阶浓度的一半为一 寄在两家人水里 加一汤匙肥料 这是两家人的水 加入一汤匙的蓝水肥 搅拌均勻 撒到大蒜地里 三月底到四月处用一次 各十天用第二次 再各十天再用第三次 大蒜最肥第二好的肥料是鸡汤 鸡汤就是用鸡粪泡的液体肥 鸡汤的效果比蓝水肥慢 但比鸡粪快 我在这一期视频里介绍个鸡汤的做法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不过鸡汤实在太臭 我平时很少使用 如果你不怕臭 又不想用蓝水肥 那么鸡汤是一种不臭的选择 鸡汤的使用次数和时间和蓝水肥 差不多 大蒜最肥 第三好的肥料是鸡汤 鸡汤和其他鸡汤一样 被维生物分解之后 才能被大蒜吸收 因此肥效很慢 至少要几个星期之后 才有效果 不过鸡汤一个好处 是懒人肥 用过一次之后 就不需要再用了 我的这一批大蒜 正在社区菜园 社区菜园不让用化肥 我又不想用鸡汤肥 因此只好用鸡汤 先将给大蒜冬天包囊的树叶拿走 这款鸡汤的贴间用量 是每650平方英尺 用25磅 这块大蒜的面积 是56平方英尺 贴间鸡汤用量 是2磅 但我觉得这个用量太少 可以兜用一些 我大概用了5磅鸡汤 鸡差不多5个豆腐盒子的鸡汤 撒鸡汤之前 我忘记开录像机了 就是这样 将鸡汤尽然均涌地 撒到菜地里 菜地很潮湿 所以撒鸡汤之后 不用浇水 雨水会把鸡汤 慢慢淋到土里的 撒完鸡汤之后 将树叶盖回去 春天盖树叶的目的 不是包暖 还是防止杂草长得太多 最肥之后 如果有杂草长出来 需要除草 如果4-5月份 特别干旱 需要浇水 但在美国北方 一般是不需要浇水的 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看大蒜长大 一直到抽酸甜 或者大蒜成熟之后 收获大蒜头 感谢光临 采燕仪式的频道 请分享 请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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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